我想這個台灣的官員 或者高階的總統副總統 去過境美國 這已經是發生很多次了 尤其在過去十幾年來 照說應該是 也不能說見怪不怪 就是一個應該就是一個常態 中國每次都要高深的 去反抗這件事情 其實這也是個常態 我在美國的時間 我90年代是在留學 剛好在那一段時間 我覺得是台灣 在國際地位上最艱困的一段時間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 他感覺上就是要 覺得中國會和平崛起 所以希望說 能夠把中國 引進這個世界的舞台上 相對他對台灣是一個 也不能說排擠 他一方面限制台灣的世界出路 一方面他又去保護台灣 我在90年代 其實發生最重要的兩件 台灣跟美國關係的一個大突破 我其實是兩次的李登輝 訪問美國 一個是1995年 那個時候我剛好在雪城大學 離康乃爾也蠻近的 所以我們有去做另類的歡迎 簡單講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是去抗議 因為我覺得他是代表 因為我的個人的政治立場 是站在比較獨派這一邊 所以我們是去抗議李登輝 那之後不管他是怎樣 不管我們的角度跟中國的角度怎樣 他們一定就是不願意台灣走出去 所以之後第二年也發生了飛檔危機 對不對 那有趣的是之後台灣的發展 就是一直順順的 然後到第二次李登輝又去訪台 那又去訪美 那我們可以看到海外的台灣人 其實從這個觀察裡面 除了國際上 我們還可以觀察到華人或者台灣人 他們一些巧妙的氛圍 比如說95年的時候是獨派的這些同學 這些海外的獨派團體 去抗議李登輝 可是到了2001年那個時候 獨派的這些團體又去歡迎李登輝 反倒是海外的華人 他分成了兩派 早期他是 就是台獨跟非台獨是水火不容 然後很多海外的華人 他巧巧的加入了台灣這一邊 就同時拿的那個綠營的旗 同時拿著中華民國國旗 那形成一個蠻好笑的一個畫面 然後另外一邊 他反而跟中國那邊站在一塊 那之後我會覺得說 從1995年之後的20年 是台灣被限制最嚴重的一段時間 但是台灣其實也慢慢的 自己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那最大的轉變其實還是 西方或者說美國 對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個失望 那我會說依照法律來講 台灣總統副總統去訪問美國 這個本來就是合法的 因為有一個所謂的台灣旅行法 所謂台灣Travel Act 其實我們看那個台灣旅行法 制定的那些時間 其實可以很巧妙的看到說 台灣在國際地位上的 一個微妙的改變 那第一次提出來是2016年 9月由眾議院提出 然後參議院Rubio 就是那個Florida那個參議員提出來 那很可惜那一支提案沒有通過 那2016年9月是什麼樣的一個國際現實 2019年那個時候 美國還是歐巴馬當總統 那歐巴馬其實他等於是延續了 他的整個大方向他是延續了要去 去engage 中國 可是他因為他的上台 他修正了全國的戰略 可是我會覺得說他對台海 並不是特別的熟悉 所以他把這一塊交給Hillary 然後Hillary提出了一個 所以就是要翻轉亞洲 就是Pivot Asia的這個概念 那中國其實很敏感 他覺得說是不是整個中美關係 要出現一個大的變化 那所以逼得歐巴馬又要站出來說 他並沒有要改變這個關係的這個東西 然後他用了一個字叫做rollback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沒有那個意願要rollback 那這中間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話 他幾個用詞其實是非常的有意思的 他一開始是從engagement 然後變成contentment 然後他又去否定說我不是rollback 那這些用語其實你回過頭去看 二次大戰完之後 美國去防止蘇聯的擴張 那種辯論其實是平行的 他們也是分兩派嘛 一個是rollback rollback其實就是把他推回去 推回那個 以當初蘇聯來講 他是把他推回戰前的那個東西 那艾森豪在他競選的時候 他是主張rollback就是把他推回去 可是事實上 等到他上來之後 他是用contentment的 事實上就是冷戰一步一步的走到 我們之後看到的 那從這些演變 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說 中美關係 他慢慢從一個engagement 走到一個contentment 也就是所謂新冷戰的一個開始 那至於最後會往哪個方向發展 其實還是有待觀察 我們提到嘛 就1995年到之後的20年 再算起來就是2015年 那段時間我覺得是美國 我看管台灣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就相信說 中國會和平崛起嘛 那相對他說你台灣不能亂動 那中間還經歷了陳水扁 有所謂的迷航嘛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蠻 對台灣蠻大的一個羞辱 即便是一個本土政權的 一個執政的時候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從2016年 你如果看那個時間點 其實非常的微妙 你可以看到整個美國對台灣 政策的一個改變 2016年9月那個參眾兩院 就是先後 應該是眾議員先參院後 他提出了所謂的台灣Travel Act 然後那個時候台灣本島 自己的政治形勢是 你可以看得出來 藍色執政已經沒有辦法危機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一個 本土政權一定會起來 所以美國其實有意識到說 這樣的事情其實以後 必須要再面對 所以他希望從法律上 來解決這個事情 那一次提案當然後來就沒有過 但是有意思的是到 我看我這個幾個時間點抓出來 就2017年1月13號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已經當選了 然後他到美國訪問了一次 然後那次引起還蠻大的一個震撼 然後之前川普跟蔡英文通過電話 那個也是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然後蔡總統5月就職 然後6月跟10月又再度提出了 台灣旅行法 然後2018年通過 那通過之後照說川普可以 就是擺著讓他自動生效 只要他不否決的話 10天之後就生效 那全世界都在看 這個川普總統也是很有趣 他就擺到最後一天 他就簽署了 然後這個台灣旅行法就生效了 3月16號 對 3月16號 這個吳教授可能資料很多 還是頭料很好都記住 是3月16號 然後還發了新聞稿 意思就是糟糕天下說 在法律上 台灣跟美國的官員是可以互訪的 而且是要有相對等的層級 也就是說根據法律 美國總統去 台灣總統去 美國總統可以出來接見的 所以基本上賴清德說 他要走進白宮是不違法的 那當然法律是這樣寫 那我們必須尊重形成上的材料權 他有各種實際的因素 他必須去考慮 這個是我們自己要認知的 所以我們就隨時stand by 看什麼樣的形勢演化 對我們有利 我們就走進去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超越藍綠 就是超越希望能夠從恢復 復交或者建交 其實也是可以走進白宮 跟第一島電各個國家一起進去 這種東西應該是藍綠 都要必須共同去支持的一件事情 我會覺得賴副總統 以後如果能夠順利當選的話 他基本上他是會 追蹤蔡英文的路線 他不會去冒進 那在這二十年 台美關係慢慢變好的當中 也出現了一些小小的插曲 比如說像陳水扁總統 我覺得他是有點 推動圈 那我覺得賴清德 他應該不會往這個方向去走 他還是一樣會很小心謹慎的 去維護這個既有的互信 我想請教這個 吳老勳怎麼看 目前看起來是 中共把他的軍演 就是三天的軍演 去跟賴清德過境美國掛鉤 但是這個其實是假議題 就是說他本來有要軍演 但是利用賴清德過境美國 把他聯繫起來 就像當時議長來的時候一樣 把他當一個藉口就是 對 就是 就是說他原本 應該是有自己的動機要軍演 那現在賴清德過境美國 乾脆就這樣 好像把他掛起來 那所以真正的觀察中共軍演 真正的應該是 他針對十一號起的那個 你剛剛提到的四國 四方的那個安全對話裡面的 那個聯合軍演 就是美國 日本 澳洲 印度 那這個軍演要十天 那其實這個軍演 也是在警告中共 不要再賴清德過境美國 前後輕舉妄動 那習近平之所以還要搞軍演 就是說剛才像李教授提到的 這個總統 副總統出國訪問 過境美國 這是常有的事情 那他藉這個名義做的話 重點是習近平在收攬軍權 就是說習近平在展現 軍委主席的權力 因為他現在在整頓軍方 從火箭軍下手 接下來還有海軍 因為美國把情報攤出來 逼得習近平開始懷疑軍方 現在是軍方 中共解放軍高層 不想對台灣開戰 不想開戰 所以故意洩漏情報 讓美方來抖出來 結果習近平發現軍方不穩 所以整個大清洗 我們現在看到 整個軍方在大清洗 那這個震懾軍方的過程當中 習近平仍然要行使 軍委主席的權力 所以發動一次小規模的演習 然後這個演習 另外一個第二層含義 除了第一層含義 他要鞏固他的軍權 收攬軍權之外 他在為戰時體制 暫時經濟體制做熱身 就是說現在國內的經濟問題 他內部的經濟問題太嚴重 我們都已經看到 他連經濟數據也蓋不下去了 那國內經濟問題太嚴重 一家一家民營的房地產企業開始破產 這個債務違約跳票 再來的話金融機構開始受傷 地方財政也受傷 然後接下來的話 可能這個會有更多的連鎖效應 骨牌效應出來 在這種情況下 他實際上也沒辦法處理 這些這麼多複雜的經濟問題 同時爆發 從房地產危機引爆出地方財政危機 跟這個銀行危機 這個我們之前的節目有討論過 在往前追究的話 就是失業危機 在往前追究的話 就出口業跟製造業的危機 那外資撤離脫鉤 那這些問題同時爆發 他基本上沒辦法處理 我說我比喻一下 就算你今天把哈佛耶魯史丹佛的經濟學專家 經濟專家請來也沒辦法 這個問題太複雜 那怎麼辦 習近平的老辦法就是 經濟問題政治化 用政治手段來處理經濟問題 所以他有一個辦法 就是有人說是回到計畫經濟 這個你不但要有鈔票 而且還要有糧票才能買東西 比如說現在是這樣 進入暫時狀態 回到暫時經濟體制 一旦戰爭爆發 那他就可以對內部做這些 強硬的措施 變成有理由 如果你這個時候出來抗爭的話 你是在挑戰國家暫時體制 可以抓起來 就是內部監控 而且某種程度上在對經濟蓋牌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除了經濟蓋牌之外 他也必須接下去路怎麼走 走上暫時經濟狀態 而且之前二十大前後那時候 中國的經濟還沒有下走 那麼明顯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種跡象了 搞什麼供銷社等等的 大家可以猜嗎 那個都是鋪排 現在這就是逐漸 如果實在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 那他可能被逼的要推出 暫時經濟體制 然後你掩蓋所有的那些問題 跟不合理的那些措施 像是水災也不來救災 也不來賠償對不對 一大堆 好 這裡就聯繫到拜登講的那句話 就是中國經濟遇上大麻煩 然後呢 晃晃面面是定時炸彈 就是遲早要爆發 然後再補一句 壞人遇上麻煩的時候會做壞事 現在問題在來說 什麼壞事 現在看他的軍事演習 你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他已經被逼得要做壞事 壞人遇到大麻煩了嘛對不對 那做什麼壞事 那原先講說對台灣進行軍事冒險 現在呢 因為美國一直在牽制他這一點 為什麼要搞那個什麼火箭軍 海軍航空兵 就是要阻止他這個海陸 海空那個兩棲登陸作戰演習 所以他原來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朝鮮半島來製造衝突 因為朝鮮半島對中共來講 不需要兩棲登陸 而是陸地運步 最近有一個新的說法 據說是在北戴河上面敲定的方案 就是動手的對象 現在不是東沙島 原來有人傳是東沙島 因為東沙島太平島雖然也很重要 但是拿的沒有用 而且美軍直接接入 因為那個影響到南海 所以最新的目標 好像也不是朝鮮半島 那個可能是後面才會有 也不是東沙島太平島 所以答案揭曉是金門跟馬祖 那拿回金門馬祖的話 對他來講是能力做得到 而且損失最小 而且又可以讓他有宣布 進入戰爭狀態的這個正當性 那問題是 現在碰上的是民進黨政府在執政 那如果是國民黨可能會處理不一樣 寸土不讓 可是民進黨說不是說你要給你 可能會有不同的應對 所以這個很 就是說到最後變成說 這個金門馬祖現在也不是以前 緩攻大陸的前哨 也談不上說監控那個共軍 因為那個監控現在的話 全方位的監控 如果他要部隊集結 還是要突襲越過海峽中線 突襲的話 應該都會視線被偵測到 不過像之前的話 這個伊斯安 美國的支部國專家就說 台灣的前線離島現在是蠻重要 因為爭取戰略眾生跟反應時間 對 還有就是說那個之前這兩年 美國AIT的發言人 還有美國AIT的處長 就跑金門馬祖 讓人家感覺好像說 他們比較重視這塊前線 那這為什麼你要把我下面要講的 講出來呢 不好意思 就是說中共的這些判斷 這些看法是錯的 就這樣 但是他們以為這樣是對的 就是說打金門馬祖 美國日本不會介入 而且好像也比較沒有緊迫感要介入 然後其實我說 他們這些算法是錯的 那問題在於說 他們現在如果看得很清楚的話 經濟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國際關係 美中關係也不會搞成這個樣子 所以目前毫無疑問 就是說中共在一連串的 這個視野不足的情況下 一再誤判的情況下 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誤判 這個是拜登在講的嘛 壞人準備做壞事了嘛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是 他要做什麼壞事嘛 在哪邊那個死壞啦 那不外乎台灣本島 不外乎這個東沙島太平島 或金門馬祖 當然有個可能性就是澎湖 澎湖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還要沒這個跡象 如果妳要拿澎湖的話 妳就不如直接去拿 先拿下金門馬祖嘛 師傅請問一下 您會覺得說從美國日本角度來看 他們現在怎麼看金馬兩個地方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我們就回到安倍講的台灣有事 台灣有事 除了直接進攻台灣本島之外 還有幾件事情是台灣有事 第一個就是攻占外島 第二個斬首行動 比如說刺殺蔡英文 這樣斬首行動 第三個網路路侵 把妳的那個軍事系統 整個基礎設施當機這樣子 然後製造內部動亂 然後攻打外島 這些全部是台灣有事 那台灣有事日本介入對不對 就包括妳攻打外島 所以他們都以為說攻打外島 這個美日不會結束 不是 你只要動到中華民國 華理管轄下的任何一塊領土 等同於攻擊台灣本島 一樣的 所以那是一個symbolic上的意義 一個象徵上的意義 那當然很多人說 那個金門馬祖可以提供台灣軍事眾生 那因為我不是軍事專家 所以我實在不太能夠想像說 什麼叫做軍事眾生 他可以繞過金門馬祖去攻打台灣 那我覺得那個象徵意義還是很大的 就像剛才吳教授講的 那個是台灣主權的一個整體的象徵 你去動不管是東沙也好 金門也好 其實就是台灣有事了吧 任何外島你只要讓步 那就後面沒有限制 下一個就蓬佈 沒有底線 你不要以為那個是小島 外島好像 實際上南海如果失守 台灣海峽無法防守 所以我們防守東沙島跟太平島 就是在防守台灣的前線 那是我們的前線 因為南海不能失守 南海一失守的話 台海受不住 所以我們不要把外島 好像看成是比較不重要 不是的 對 即便是今天號稱是民進黨執政 他捍衛的能然是原來中華民國 華裏治理下的領土 任何一塊領土你丟那麼 你像看烏克蘭 烏克蘭的那個 現在還要收回的 就是它的領土主權的完整 你如果可以讓這一點的話 人家會說那你為什麼不能 不能再多讓一點 後面沒完沒了 所以領土主權的完整 寸土不讓原因在這裡 你要對侵略者 發出足夠強硬的信號 阻止他繼續對你有揮昏之想 還有那個金門大橋 也是個很有趣的一個議題 那有點像克里尼亞大橋一樣 它是一個對金門整合的一個過程 請拜託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